整編人當年哪一種歐巴表現 A過節搞浪漫B穿搭帥到吊子啊 A還是B呢 請舉牌 很難耶 唉唷 浪漫喔 浪漫 對 浪漫是生活不可或缺的 我覺得還滿吃這一套的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談戀愛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異地戀 然後每次我從台灣 要離開他的時候 他會偷偷地往我行李箱裡面塞信 他會寫信給我 寫信件給我 塞信喔 會不會災錢好一點 你錢不用錢 這麼實在喔 銅臭 到站的時候我打開行李箱之後 他就發現我老公塞了一封 那個很溫馨的信 我覺得他好浪漫喔 就有時候會感動得很想哭 只要有葉的過生日 過生日的過生日 他有手畫生日賀卡給我 他畫畫這麼好啊 你老公很有那個手繪的天分 對 旁邊是我那時候養的老鼠 跟我養的植物 對 所以他把我的 我重要的東西都畫上去 然後翻面他又寫了一些很溫馨的話 我就覺得好感動啊 我最愛的小寶貝 所以我就很吃這一套 因為我覺得現在願意 花時間用筆紙給你寫 寫句子的人很少很少 而且我很欣賞 是很漂亮的男生 我老公剛好是 有寫身把子很漂亮 我老公年輕的時候 跟現在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年輕 因為其實身材好 因為他從小其實就是舞蹈班的 然後後來他差一點 要進雲門舞級 他以前是會那種 一字馬的那種 你們給大家看一下 對 他是真的會一字馬的那種 他的一好一喔 對 但是現在他 只能用手指一了啦 現在滿有辦法的 我們都可以耶 你看他現在一字馬 就是這樣 也就是手指一這樣 以前就是不管怎麼樣 你就會覺得說他穿著 因為你知道學舞蹈 尤其是男生他的體格 他的體態就是會很好 然後你就隨便穿 然後拿個相機 你就會覺得 都好看 就好看 現在就是你知道 因為又有小孩了 然後就是剛剛講了嘛 肚子開始就是會 會稍微變大叔 就比較好 有反差 後面哪一個還是前面這個 現在變成這樣喔 後面那個我很開心了 對 就稍微比較油膩一點啦 就大叔啦 這個 這個是難免的啦 真的難免啦 聽歌的話 我老公以前是個非常浪漫的人 我還記得我們前幾次出國的時候 剛好遇到我的生日 然後生日前 我們就訂了一個飯店下面的餐廳 我就堅持要到樓上歡呼 他就一直不讓我上去 後來才知道那個時刻呢 他讓房屋上樓 去幫我放Happy Birthday的氣球 然後灑花 然後放了個蛋糕跟一束花 就是 真的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在南非 南非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浪漫 然後我的禮物 他送了我一個手環 然後裡面還刻我的名字 然後年月日 但是 你知道現在我的生日怎麼過的嗎 在辦公室 我們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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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的辦公室 你知道我的生日蛋糕 我老公就有一部說 哇 蛋糕這麼漂亮 他完全就是顯現出 他從來沒看過那個蛋糕 而且那一張卡片 他就在那邊看就是 親愛的寶貝 謝謝你 怎樣講 照念 誰幫他寫的 秘書 你要秘書寫 你能不能先看過 你能看都沒看照念 就是卡卡 你知道嗎 臭梅城 然後結束之後就大家 他就說 那我們來開會吧 對啊 他根本就沒有 我差好多喔 那個時候結婚久了 他老婆在幫我們親身也是 就是越來越敷衍 因為以前都會很認真的辦嘛 這幾年都怎麼樣你知道嗎 那個蛋糕推出來以後呢 生日快樂哥他自己會加速 他想說趕快唱一唱 是吧 我老公現在的生日 每一年都我自己親手做耶 我老公給我的 這連卡片都是秘書寫的 真的 交往的過程當中 當然浪漫這些 一定多多少少 或多或少都有嘛 然後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就是我想說 我從來不知道原來 我們女生不是通常都會很在意 我們的內在眉嗎 就是你至少脫下來的時候 哇 漂亮亮亮的 漂亮亮的 但是我就是跟他交往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原來男生其實也很在意他們的 內在眉 內在眉 對 它有各種顏色 然後再加上他自己是表演的 他自己是表演 這不是 阿璇就是看的嗎 他拍的嗎 為什麼一直在寫 好害羞喔 他就是很 就是很愛表演 所以他有各式各樣的 他有沒有別張 所以他有各式各樣的 只有一張喔 有嗎 好可惜喔 他那麼多內褲 你只放一張 好可惜喔 對 然後就是什麼 有小櫻桃的啊 冰淇淋的啊 現在呢 好可愛喔 現在 然後現在有嗎 現在你知道嗎 怎麼要這麼多 因為他疫情 關在家裡的時候 他的褲子就是越穿越大件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 這個反差也太大 然後剛剛那件 已經鬆到你一扯 他就會掉下來了 他也不換 然後再來就是 我早上每次起床 都會看到一個很可怕的話 就是他起來的時候 然後手就給我抓進去 那邊吸一吸 那邊 可不可以還文以前 他抓完之後 會聞一下嗎 很多很會喔 這奇怪 抓完的不是會 有什麼好聞的 沒有 就是習慣他 你今天沒習慣嗎 我也是很懷念 我老公以前很帥的時候 因為他以前非常的 注重他的穿著跟打扮 有一次我們就是 跟朋友約去吃飯 然後只是朋友 就是臨時約而已 然後他就盛裝打扮 這邊有照片 他就穿得很帥 就是裡面一個 就是V字可以露胸的 然後外面加一個西裝外套 對啊 那時候已經拍 八點檔了嘛 那時候已經開始拍八點檔了 所以長這樣 但是現在呢 但是現在呢 長這樣 就是 出門的時候呢 已經不是剛剛那個樣子 也不會噴香水 就是戴著眼鏡 你頭髮亂七八糟 然後臉油油的 穿著球衣跟球褲脫鞋 就這樣子 真的 好想念以前那個帥帥的 我真的很懷念那時候 他剛追我的時候 真的 我是在哪一刻被他迷倒的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就是民國一百年 我去表演 他當主持人 然後好幾站好幾站 一直到中間的邁阿密 很浪漫的地方吧 然後我們就是去喝點小酒 聊聊天之後 就是各自要回房間 就搭了電梯之後 他直接就是霸氣總裁 你知道嗎 就電梯裡面 他直接這樣 好恐怖喔 那一刻真的是很心動 還有那個手臂的肌肉 有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們已經穿什麼媚褲 那天有看到那一刻 有 有看到經驗 經驗 經驗 它會搭配就是情境這樣子 然後現在 我們就是經過廚房 我只是要去拿個水 他在開冰箱 我一靠近他說 他說 他是很害怕 只是 我只是要倒杯水 沒有什麼都已經幹嘛 我們有時候會害怕 對 怕什麼 怕什麼 因為一旦那個 耐把火燒起來以後 對男人講說 就是兩三個小時很難 壓力 壓力很大 確定 真的有壓力很大 他那個老公出國很久 因為出差嘛 對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 他發現說 他就默默地把那個門再關上來 不敢動 對 然後他們應該還是住行館 因為他出差回來 真的都滿累的 可是太太已經擺這樣子的場面了 你懂嗎 我那個很難應付 他一進去那一杯酒 只要一沾到水唇 不得了 他就要付出很大的體驗 好辛苦喔 太辛苦了 你最懷念整編人 當年哪種歐巴表現 聽聽QOL怎麼說 A啊 因為婚前 和所有的節慶啊 生日啊 他都會帶我去吃大餐啊 甚至出差的時候 還會寫明信片給我 我覺得好浪漫好感動 但是婚後呢 他就完全都忘記 然後有一次 我為了要明示他 今天就是情人節 所以我特別快遞了 一個小禮物到他的公司 晚上回家了 開門的時候 我就在陽台聞到花香味 我想說 難道他給我買了一束鮮花茶 居然在吃芭樂 所以我剛才聞到的花香 居然是芭樂 起死 我選A 因為我老公呢 就屬於年輕的時候 鬼點子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有一次呢 七世情人節呢 他就偷偷給我驚喜 然後那一天呢 我其實工作一整天晚上 累到不行 回到家就發現說 地板上多了好多氣球 然後牆上還有黏著 我英文名字的氣球 然後這時候最浪漫的就是 我老公呢 就背著一把吉他 然後一邊唱歌 一邊走出來 然後現在呢 拜託 還記得老婆是誰 就已經非常厲害了 更何況什麼生日 情人節 哪有這種日子 我才根本不奢望 他會準備什麼浪漫驚喜 好嗎 根據調查 多數QL投給了A 過節搞浪漫 得票比例76% 你覺得正常嗎 好 這集充滿負能量 大家 真的 當然很多 遠念 我沒聊 好 選B的不正常 請噴 好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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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說出哪句話 會讓你覺得他真的老了 A 我很累 B 我東西放哪裡 是我很累 還是我東西放哪裡 請舉牌 很累啦 很累 是真的很容易累 對 你們在累幾點 你們在累什麼 小孩回到家也是問媽媽 要吃什麼 真的 媽媽你也落不遷了沒 媽媽我要什麼 對 媽媽也是要工作 媽媽也是人 媽媽都沒有在喊累了 我老公真的就很奇怪 早上有時候 比方說他如果在 他不出差 然後他就送小孩 送完小孩之後 他回來 他會睡個迴龍覺 我們起來也就起來了 其實我是不愛睡迴龍覺的人 然後我就在想說 你到底有多累 然後比方說 喝完東西 你就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稍微 把那個杯子稍微洗一下 因為我先去洗衣服 我還在忙嘛 然後你就跟他講一下 他說不要... 我等一下會弄... 然後我說 你可不可以現在先去洗一下 我好累 對 我好累 你在累什麼 你在累什麼 每一次你知道就是看到 回到家 到底 他就是這種 然後我就會拍他的照片 然後傳給我的朋友說 我好想幫他蓋網生背 就直接蓋到頭上 你在累什麼 小孩都走的是媽媽耶 你到底在累什麼 你到底有多累 有一種累就是 你不知道我有多累 不好意思 我反而希望我老公下午 可以稍微回來 睡一下下覺 不然每次小孩回到家了 就去一整天都 五點鐘回來 期待見到我爸爸 我老公就會想要在客廳上面 小小睡一下 或是想要放鬆一下 我就說你的小孩去外面八九個小時 終於要見到爸爸了 然後你在客廳上 上演一個爸爸會睡著 那你在幹嘛 然後或是有時候跟我說 你去陪小孩在遊戲區玩 有時候晚上要工作嗎 看那個監視器 他在遊戲區給我睡著 然後小朋友 劃在他的腰上 他可以繼續睡喔 厲害吧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 我會不會想到 我會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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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適合 我會想到你 他會想到你